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我想说我们要先跟大家宣布一下 因为是后天我要出去一下子 大概出去一个十天 所以我们等于是下个礼拜的课 下个礼拜的课我们要听一次 听一次的这个来讲 我是想说我们这个礼拜 我把有关发新的补充的一些 在广论的我们讲到大概是说 西英国的教授 大概从这边介绍完毕的之后 那我再回去吧 我们开始再介绍那个证文 就是现观众尊严论的证文 他们前面这边本来是想说 透由几个比较大的传承 和去来跟大家介绍说发新是什么 和跟大家做这个介绍之后的话呢 有可能或者大家如果有一些的 对大圣发新的 不懂的 或者不清楚的理解的 或者有所谓的文字上也好 或者它的意思上来讲不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拿出来和大家来当个讨论 或者我们来互相看看怎么样来去做 或者有关修持上面的话 和如果我不懂我就会说 我也不懂的 可是如果有些的话 或者我不懂的话 我还有很多的老师啊 或者发友啊 我们可以去请教 或者可以找不同的经书去问 和如果大家不用担心 好像说把我问到 我们没有这任何的机会 我说真的这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说好像如果问到说 我反而不能回 或者我回答不出来啊 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出来的话 我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 或者好像说没面子啊 或者他反而不会 他只是说 代表很多东西 我还自己也可以去更多的思维 更多的想 和希望说我们 因为毕竟很多的问题是相同的 或相似的 我们可以透由同样这个机会 一起的再去复习也好 或者不知道的也好 我们再重新的去理解那样子 好 看我们上次应该是介绍的话呢 我们介绍到这边呢 我们再介绍的说 如果是依着七因果教授 而发起菩提心来讲的话呢 他主要可以分为说 在七因果当中的去升起他对这个赤地的定解吗 以及说应如何依此赤地而去正修 他在前面的说 与其赤地发起定解的时候呢 这边的与其赤地发起定解 我们是在讲说 他可以分为两者 说就是大圣的根本 大圣道的根本为大悲心 和其余的六者 如何是作为大悲心的因跟果等等在这边 看如果在这边来解释的时候呢 是不是他们已经全部在这边解释说 是从知母念恩报恩 乐意词是作为大悲心的因吗 跟后面的真上依乐 以及菩提心是作为大悲心的果 所以我们今天是准备要介绍说 诸于因果诸于就是其余的六者呢 在这个当中 有哪一些是作为大悲心的因 何者作为大悲心的果吗 分出这个两个道理 看我们上一次应该是讲说 从大圣的根本为大悲心 为和和这样 因为我们是不是上次跟大家略略的介绍说 所谓的有没有大圣的种姓啊 或者他大圣的种姓 有没有被唤起呢 是他以有没有大悲心来做判决 而不是说他有没有是菩提心啊 菩提心的是说 他有没有屈辱于大圣呢 有没有屈辱于大圣 但等于说他的关键 或者说能不能生起这个菩提心 进入这个大圣道呢 他不可或缺的 最主要的关键性在哪里呢 是在大悲心这个地方 而我们所说的大悲心是什么呢 大悲心是不是上个礼拜跟大家解释 是说他是一个 圆着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如母有情的 这些人呢 而希望他们 他应该是依着这个 依着所有的一切众生 没有分辨吗 和说去圆着他的痛苦 和希望他可以脱离 此苦的悲悯之心呢 这样一个悲悯心呢 我们叫之为说什么 这叫大悲心 这是大悲心的一个特性 因为等于说在这个定义上面呢 他就把一一一一的他的特征 都分出来是什么 他是依靠着是什么 是依靠着所有一切的众生 他所圆的是什么呢 他是圆着众生的苦嘛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希望他们可以离开的 离开脱离此痛苦的 这是他的特征 他本身的本质是什么呢 他是个悲悯之心的 所以他在这一个简短的定义里面呢 他就把大悲心的所缘 大悲心的 应该是大悲心是依着什么 大悲心的所缘是什么 他的相貌是什么 他的作用是什么 他的本质是什么 一一一一一都分出来了 所以我们做大悲心的一个 简短的一个定义来讲说什么 就是圆着一切众生的痛苦 而希望他们可以脱离此苦的 悲悯之心 作为大悲心的定义 是不是说 我们为什么说后面的 真上意乐 也就是一种大悲心 但是他是 大悲心的一种分类嘛 一种分类而已 可是他不是脱离了 好像大悲心 他是一种 大悲心再更为 增长上去的 看我们今天就准备说 为什么前面这个逝者 是作为大悲心的因 是怎么样培养的 还有在讲说我们 有可能虽然还没有特别要介绍 可是把他介绍说 我们是不是上次也跟大家介绍说 一般来讲的 吸引火教授升起 是所有发起菩提心的 最基本的升起的方法 而如果是透由 至他相反而升起的话呢 他一定是要透由 所谓的吸引火的升起 一般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从 知母 念恩 报恩 到乐意词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相同 在乐意词这个中间 他会为了要培养 更强烈的 或者更为 强而有力的 悲心的缘故呢 有能力的这些人 在这个中间会插进 自他相反 在乐意词跟 大悲心这个中间呢 会插进 自他相反的修持而插进去 透由自他的相反的方法 培养出来一个 更强而有力的 大悲心 由此大悲心 升起真上意乐 真上意乐 生出菩提心 可是我们后面会 略略的跟大家介绍 和我们 应该说在 前几堂课的时候 就是在主要在介绍说 大悲心的关键性 他为什么是 不管是在 还没有升起 菩提心之前的 他的重要性 既升起正在修 的时候呢 是 他的重要性 以及 最后面 这种是成佛之后呢 大悲心为什么是 不可或缺的 重要性 意义在哪里 和这上次应该是 我们到上次的介绍的 他不知道大家 在这个 这以上的部分 对 大悲心 或者对 大乘发心 是否是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问 他我们就 如果没有 我们就 接下去了 好 大家懂太好了 代表解释的 代表介绍的很好 很详细 没问题是太好了 那样子 没有了 好 没有 好 那我们 没关系 如果 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问题 或者有任何的 我们之后再慢慢慢慢 随时大家可以 有想到 或者需要想了解什么的话 我们尽量的去 我会尽量的 清楚的去介绍 好 和第二个的话 我们这边 我先念完一遍 我们再介绍的话 我们是说 好 他说 第二诸于因果 是此因果之理 出从之母 乃至于此 为因之理者 总欲离苦 术术思为 其有情苦 既能生其 然令此心 义生猛利及坚固者 则比有情 先须月弈爱惜之相 如 亲有苦 不能忍安忍 愿敌有苦 心生欢喜 亲怨中庸若有痛苦多生舍至 其中出则应有可爱 此父随其己许亲爱 变身而许不仁其苦 钟夏品爱 夏品不仁 应该是二一三的第二大段 二一三的第二大段 二一三的第二大段 看这边来 对不起 是我们台湾这边印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讲的话 一般是两百一十三页 两百一十三页 有可能如果有不同版本的话 大家现在讲的科判是 第二诸于因果 是持因果之理 这是在解释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讲说什么呢 他这边的意思是说 如果 现在要介绍说 是不是在七因果教授当中 其余的六个 我们说的所谓的六因一果 我们在七因果里面六因一果的话呢 那接下来这些诸多的因跟果来讲的话呢 哪一些是作为 他这边来讲就是说 他只说是 齿嘛 这个齿之在齿 大悲心嘛 哪些是作为 大悲心的因 哪些是作为 大悲心的果吗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从 知母一直到 慈 这边虽然就只讲慈了 就是说从 知母 念恩 报恩 到慈 这四者呢 是作为 大悲心的因嘛 他怎么做来讲呢 他说呢 如果 仅仅是想说 就从苦而脱离的 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什么 透游去思维 众生的苦的话 就可以说 他就可以这样神奇了 这什么就是说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举的这个例子 是说 如果 我们看到了吗 我们看到说 我们在外面看到说 有一个 比如说有人被车撞到 或者什么东西被碾过去 或者我们看到受苦的 众生们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 只要观看 他的苦 我们一般可以说 希望他脱离这个痛苦 他也有办法就可以 生起来了嘛 就可以因为 观看到这个苦 或者不断地思维 这个痛苦来讲的话呢 他很容易 或者不要说很容易 他就 如果是仅仅想要说 我希望这个众生 从这个苦脱离 因为我们 看到这个苦 或意念到这个苦的话呢 我们就能生起 或者就会生起说 我希望啊 或者有这个求 想说 他可以从这个苦 而脱离 不管是从 我自我这一方面来讲也好 或他人 那一方面来讲 也都可以 虽然是这样子呢 但是 如果 这个 所以可以使说 容易地生起 好像说我们不用 关带 或者不用 一定要说原道 好像说 我看到人家的痛苦 我才能生起的 我只要心 往那个方向 或去原念的 同样 他要强而有力的 以及 要坚固地 生起的话呢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是我们要去觉得这个重生是悦意的吗 这个悦意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 看到的话 一切是 可爱的 或者所谓的 爱护的 就是说 用比较 现在此话来讲 觉得说 完美的 或者我们就是 疼爱的 或者想要 觉得都是 我们所疼爱的这个对象 和 不仅仅是 看到他是可爱 而想要说 爱护的吗 我们 如果可以 陷起说 这个重生是 可爱的 以及是可爱 而我们想 爱护的 对象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对他的 任何的一个苦 想要说 他受到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 他马上脱离的话 我们 生起来的也容易啊 他也可以强烈的啊 也可以说 坚固 或者我们举一个什么 像例子来讲 是不是有一些 我觉得啦 我举我的例子来讲的话 什么 我们记得小时候看到 那些小女生 他们很爱 他们的玩偶嘛 那个像 越可爱的玩偶 他觉得越爱护嘛 比如说什么 Kitty Mow啊 或什么来讲 他男生嘛 最喜欢去 整这些女生 他就去故意打那个 玩偶啊 去欺负那个玩偶 那女生就会很 很令习啊 因为他觉得说什么 因为他把那个的 你看 客公司没有感情的 就像一个石头一样的 一个Kitty Mow 因为他把他看成是 可爱的 不只是可爱 他是 觉得要 维护的啊 为我要去保护他的 你轻轻的对一个 玩偶去捏他 或者拍他的话 他都会觉得说 他不忍啊 想生起的话 同样 这边的意思也就是如此 如果我们可以对 任何一个对象 觉得他是 不仅是可爱 是可爱 而是我要去爱护他的 他是可爱 是坚固的吗 在这边来讲的话 所以他为什么说 对我们的爱情啊 或者所谓的至亲的对象呢 我们他如何有任何的痛苦产生的话呢 我们都是不能安忍的嘛 他如果是敌人的话呢 他如果发生痛苦啊 或者他要受苦的话呢 我们反而是会欢喜吗 而是在 也不是敌人 也不是亲朋好友 这个中间的这种的人呢 好像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来讲的话呢 如果他们是产生苦的话 我们大部分就会觉得说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嘛 好像说是忽略的 好像说就生起一种这种平等 这边的平等跟我们后面的 讲到说 在姿母之前的平等就是 完全不一样的平等啦 这边的平等是什么 是说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感受的 好像说是 跟我没关系这个平等 后面的那边的 所谓的生起平等是说 从我自己这一方 没有特别是去 贪爱或者称恨 对一切的众生观看是相等的 没有被这种偏执的 所有的众生都是我要 没有所谓的远亲了 一切的都是跟我很贴切的 这种的所谓的我们叫平等舍 这两者的平等是不一样的 这个因为有些人会后面 常会问到说 我们在佛教要想说 修平等舍 修平等舍 这代表说完全没有感情啊 或者完全没有绝受啊 或者对人家没有这种所谓的 用英文来讲 他说No feelings 没有感受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没有感受 而是他后面会讲到 是说 我们不是 说有些人特别的眷恋 有些人特别的称恨 有些人忽略了 他没有这样子的忽略 贪爱称恨的 而是一切都是至亲的 或者一切的都是因为 跟我们都有相关联性的 他不会有这样子好像去分党类的 没有分党类的这种感觉的 可是这边的所谓的平等跟后面的平等是 字是一样 所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 这边的平等是说什么 是完全的 是去忽略的 没有感受的平等 这边是这个讲师 而所以呢 第一个 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说 我们中文他是说 其中出者应有可爱 此父 随其极许亲爱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 会对我们的亲朋好友 有 如果他们产生痛苦 我们会不能忍的 缘故 是什么呢 他的原因在后面来这边 他说 因为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对他是 说什么 我们对他看到说 我们觉得他是 可爱的吗 或者我说我们是 可爱的这种东西的缘故 我们看到他是可爱的时候 在可爱的时候 我们 者如何的去爱惜 爱惜的程度 越高的话呢 对他不能忍受他们痛苦的程度 就会越高了 他是以白话来讲吗 所以他说 如果只是 爱护的心是以小的啊 或者是以中的程度来讲的话呢 那对他们的痛苦 不能忍的程度呢 也就会比较小嘛 他就觉得说 他有可能还可以啊 不用我那么的罪心啊 或者没办法去做 可是 如果是一个极其爱护的 极其去 我们所谓要保护的这种对象来讲的 乃至他所产生的这个痛苦是极为少许的话呢 我们也会生起一个所谓的极大的不忍嘛 这应该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经验上 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说 我不用说我来举例子 大家都应该可以知道了 就是说 如果 假设啦 我们举一个 比如说是 我们的一等亲嘛 是我们周遭的 比如说像 父母亲啊 或者 所谓的侄女们啊 或者兄弟姐妹 发生任何事情 有可能我们 不能忍的就是比较 比较强烈 可是有可能 越来越远方啊 有可能是到什么 什么表哥啊 表妹啊 或者说什么 表哥表妹不只是这样 或者说什么是 表哥的 或者表弟媳妇啊 或者有什么表弟媳妇的孙子啊 什么越来越远的话 虽然有可能内心会有 一开始听到会有一点说 好像我们 怎么会发生这样子 可是也没有那么的 强烈 好像没有到说 我们刚刚说 一点亲的那种的感觉 所以你看他这边 经书就是指这个 我们自从自己的生活 周遭 就可以感受到了 就可以知道了吗 同样他在这边说 那我们说 可是 看到 敌人的 痛苦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 生起 说希望他们可以 从这个痛苦而脱离 反而 还会说 这个痛苦如果 再大一点会怎么样的 或者如果说 他如果 不要从这个分离的话 会怎么样的话呢 我们会有这种心态 生起吗 有可能是说 像我们来讲说 什么 就是这个人活该吗 这个人跟我不好他是活该他是阴德的啊 他是最有阴暴啊 什么等等的话 我们自己内心上应该 这个每次都会发生的嘛 看这个是为什么呢 他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他是不可爱的嘛 或者他不仅仅是不可爱呢 是我们那种不愿意的啦 看到是完全觉得是 因为他没有到可撑啦 不一定是要可撑 不一定是我们要撑的对象 可是至少是我看到他是不可爱了啦 所以说我们说 我们上次不是常常在举 大家应该在做的话 我们是没经验的话 可是大家就做 你看一个对象 他可以有时候的 不同的因素就会分 就会有差距嘛 有时候 应该最明显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说 如果是 世间上来讲 比如说男男女女的这样子 谈爱情 一开始来讲的话 是爱不能分离的嘛 这样子的 到最后来讲说 最好如果准备要分手啊 或离婚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再见面呢 是还是一个人嘛 他是一个人的对象啊 可是前面的话是说 希望说好像是 365天啊 24小时啊 全部可以在一起的话 是多美好的这样子 到最后是说 希望说永远再也不要见 可以在那个 比如说离婚证书上签个名 就最好了 就不要再见了 是一个人嘛 同一个人 可是这个的关键是什么 前一者的时候 他是看到说 他是 可爱的嘛 因为是可爱的时候呢 我把他说 他是没有过世吗 也未必然嘛 是他 因为我看 因为我在我的眼中 他是 可爱的 我要去爱护的 所以呢 我们是希望他可以 永远不要分离的 到最后呢 他是什么 我们看到他 不可爱的嘛 他是那种 完全是过世的 过世的 和有问题的时候呢 希望说 最好是 也不要观看到 不要碰到 所以 反而他的苦 如果产生啊 或他可以苦 不能脱离的话呢 是不是有时候 我说还是 有时候还会 造作一些痛苦 我说 我就故意 要去整你啊 我不要 做什么东西啊 或什么的时候 就是这个的 是什么的果 或者为什么的因素呢 因为是我们 把它看得为说是 不可爱的 很同样 在他说 我们 越感到他是 不可爱的 的程度 或者 大跟小的程度呢 同样 对他 所产生的苦 会感到欢喜的 程度的 大跟小 也就会有始差别了 但 如果也 所谓的不是 亲 也不是敌 这个中间的 这种人来讲的话呢 为什么我们 对他的痛苦 也不会说 不忍 可是也不会说 对他产生痛苦 他不会 感到说欢喜呢 这个是什么 是因为 我们对他的是 可爱还是不可爱呢 完全没有感觉嘛 就是一般嘛 就是我说 我看到旁边的 外面的 一般的人在走路的话 对他来讲是感觉 毫无感觉的一样嘛 他是因为是什么 因为我也没有觉得 他是可爱 还是不可爱 或者他跟我 有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会觉得他跟我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的 如果我们说 白话一点 他的生存啊 或他的苦乐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所以就我们 这个是他的 这个的果报 所以我们在前面会观想说 或者去观修 一切众生 是可以作为我们的 非常至亲的 这样子的观修 或者去培养的 是什么呢 是为了要生起 对他们的乐意嘛 是为了要生起 对他乐意的缘故 我们去观修 或者我们去培养 说去 这个所谓的知母啊 这个部分的修持 就是为了要生起 他的乐意 而在我们的亲 或者说在亲里面呢 最究竟的 会自亲的是什么呢 就是母亲嘛 因为是母亲的缘故呢 而我们去 所以他第一个 是在讲说知母 当然当然 我们上次也讲 有些人就说他 就觉得他的一生当中 他也不认识母亲 怎么办 我们有碰过这个问题的 或者说 反而的话 他在这边你看 钟大师就讲出他的原因 他说 这边所要培养 说知母啊 或者说是 以悦生菩萨啊 或者等这些主持大的 他讲的是一般啦 一般的我们最 跟我们最亲近的 最有关系的 或者我最想要爱护的对象 是谁呢 是母亲啦 可是这不是所有的人嘛 有些人会对他的父亲是觉得最亲近的 有些是兄弟姐妹 有些是朋友 有些是老师 有些人是什么是恩人 来讲的话呢 那可以我们在修持 菩提心的时候 不一定就是说 你一定要修持 一定要是知母啦 这边可以就是说 这边为什么要修知母呢 是为了要培养说是 悦意的缘故嘛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说 我们这一生当中 对我们追